这两天兴起了一个摆摊经济 地摊经济 你谷歌你一搜索一个摆摊经济 你看出来好多信息 搜狐网地摊经济的父亲 北京人有人摆摊三小时赚300元 新浪财经多地开放地摊经济吸纳大量就业人口 地摊经济的父亲 而且李克强也说地摊经济小店经济 这是人间的烟火 是中国的商机 我承认我是拿着ipad看的 摆摊我也摆过 多少年前了 20多年前了 我也摆过摊 那时候初中刚毕业 想赚点零花钱干嘛 那就去摆个摊 去小琵琶市场里买的东西 然后去摆个摊卖的东西 卖过报纸 还夏天的时候还卖过手绢 然后也被城管收过 当时想着只要勤劳 只要肯干肯定能致富 卖报纸卖了一个月 赚了150块钱人民币 然后想着我今天我卖报纸 明天我就能开公司 后天就能够进入外博公司当高管 然后当上CEO 迎娶白富美 早上人生巅峰了 那时候心里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地摊经济 摆摊经济 它是这种熟练最底层的一种经济 最底层的一种生存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 维米的发展应该逐渐去摆脱这种经济的 你看前一两年热播的连续剧 鸡毛飞上天 你看刚开始也是什么鸡毛换堂 然后走街串巷 这么一种货廊的经济 后来开始前店后厂 开始做批发 开始做企业 管理模式越来越完善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走势 是应该往上的 现在要搞什么地摊经济 这不是反过来了吗 这不是一种反阻行为吗 本来我西装穿得好好的 我西装我撕了 我不穿了 搞一个草裙子我伟大心上 现在有很多人是在鼓吹这种地摊经济 说什么能摆胎了 收入多了 矛盾少了 城管也笑了 以后去接上擦单的 那人又多了 能多发点钱了 各种鸡血 各种鸡汤 什么链胎也能够买奔驰 刺激经济富足 多地政府去这种放开政策 去支持地摊经济 咱们也可以去适当去打打鸡血 日入过旺 把日子过成湿 这个是百胎经济 以后百胎经济摆好了 是吧 还要去输出这种百胎经济 就输出到全世界 网上一些图片可以看到 如果把这种地摊经济推到美国去以后 那么以后美国会怎么样 那么川大爷以后退休以后 就是这样的生活 川普 称夺卖青菜 这张图片大葱八毛钱一斤 我也不粘图了 粘图有那种版权风险 专业贴膜 专业贴膜 王大锤的视频里说过要做生意 先从贴膜做起 小本生意先做起 现在就鼓吹这么一个经济 而且现在汤还没摆 这个价格已经被炒起来了 有些地摊的摊位已经被炒到了几千人民币一个月了 我做一个实体店的店面要三千块吗 在实体店里边风吹不着 雨打不着 太阳晒不着 冬天暖夏天凉一个几千块 我可以忍 你搞一个地摊几千块 租金你租给谁 地摊经济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薄利多销成本低 小本满满 是吧 我一个月租金几百块钱 我能够承受得起 是吧 我东西我也卖的便宜 我也卖一些居家百姓 能够用得起 能够经常用的东西 你还能够去讨价还价 这是自由市场 这是一种地摊经济 你把这种摊位搞到了几千人民币一个月 那里卖什么商品能赚过来 我卖苹果手机 我卖华为手机 我卖汽车 我摆个摊位 我卖汽车 目前德国的莫克 不是跟中国的习近平亲亲我我 你你歪歪吗 那么德国汽车要不要做一个表率 把你的大众宝马奔驰 都去搞地摊就卖去 便宜了便宜了 买一个宝马送一个高尔夫 能够便宜点 原价9万 现在9万7行不行 9万6 9万5 好 成交给钱 微信扫码也支付 把车开走 第三经济它就是一个效法 同时这也是一个信号 这是什么信号 这是中国它开始倒退的信号 严格来说已经是倒退了 怎么又说将来的将要的 已经是倒退了 已经在走文革路了 文革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了 现在也是什么样子了 只不过以前文革的时候 把别人走上街头 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那是挺流行 挺时髦的玩意儿 喊毛主席万岁 那是文革时期 现在是每个人都拿着手机出来 强国学习一点开 见面打招呼 洗手席万岁 洗手席万岁 人民的生活这种科技水平上去了 但是这种文化素养还在原地踏步 甚至说在倒退 你起码在70年代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是有着情怀 有着理想的 想去建设一个美好的祖国 现在国内的知识分子 都被打断了脊梁股了 那时候还是有些知识分子敢于抗争的 当然他们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现在也是你敢于抗争的知识分子 给你抓起来 给你呆起来 要么就滚 别在中国家着 滚到美国 滚到欧洲 别给中国丢人现眼 那汉奸走狗卖狗子贼 小知识分子读了几天书 就开始不老实了 是毛泽东说的吗 全面倒退 全面倒退 你摆地摊一月能赚多少钱 能赚一千块吗 如果要是按照李克强的说法 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人民币 你想想中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一个多么贫穷的国家 你人均在8000美元 那没卵用没卵用 你一共大部分的财富 都集中在官家手里 有10个人 前9个人 他身上只有一块钱 最后一个人他身上有90块钱 然后这个人说了 我们这10个人的平均财富 是每个人都有10块钱 实际上这一个人的财富是这剩下9个人 他的100倍比他人均就看有多少穷人 以前我走上工作 我第一份工资是月薪500人民币 然后别人问你一个赚多少钱 我说我第一份工资 我要求不高 一个月就赚500 那人马上就来了一句 一个月500够吃屎的 说的很难听 那时候我也以为勤劳能够致富 那时候我以为好 工作就能赚到钱 实际上 辛辛苦苦两年多 换了好多工作都吃不饱饭 想去踏踏实实工作 但是经济体 它没有这么多工作岗位给你 你一去面试 这是个骗子 你你一去面试 房地产公司招销售 无闲一金说了很好听 但是你先交几百块钱的培训费 培训费一交没下文了 被骗了 下一个又什么工作 一去看什么万里大道林 我吵这传销不行不去 然后还有其他的工作 骗的太多了 没有这么多工作岗位给你 这是一个激情的经济 而我另外一个朋友 我另外一个朋友他骗钱的话 一个暑假骗了40万人民币 这颠覆认知 我很多朋友都说 我不管他钱怎么来的 人家都把钱拿到手 这就是人家的本事 但是他也被骗过 他有件事情比较棘手 让别人去办 然后那别人说行 你拿两万块钱过来 两万块钱刚拍到手 那人说我上个厕所 结果人就不见了 还是小学同学 多年之后的一次合作 就说我上个洗手间 钱也拿人就不见了 电话不接 报警警察不管 科蒙拐骗能赚大钱 辛辛苦苦那就累死你 中国的经济 摆摊月收过万把日子过成诗 笑话天大的笑话 你摆个摊卖个水果青菜 给手机贴个膜 能买奔尸包吗 打死我也不信 想刺激经济不是这么玩的 首先要从政府层面去下手 首先你这个政府是不是一个臃肿的政府 你这个政府这个国家养了多少公务员 得裁掉多少这是第一步 然后你如何能够限制这些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不贪污不受贿 怎么办 是不是要权力制衡 是不是要三权分立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纳税人他交税 以及让渡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 让政府为人民办事 那么这个税是多少 得人民说了算啊 就拿中国来说 假如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中国的国会 那也是人民代表大会说了算要立法 交多少税要立法 你不能够无止境的去从老百姓身上腾腾剥皮 老百姓他交的税多了 他自己可支配的钱就少了 能够刺激经济的钱就少了 所以说你想去搞什么刺激经济 这并不是说你脑面一热 有了就这么搞 不是 得从政府层面就考虑问题 得从法治层面就考虑问题 你得去从自由民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但是共产党他们舍得去放开拳把子吗 他们舍得掏开自己的钱 带来给老百姓吗 不能那么干嘛 就只能够继续忽悠 忽悠 继续忽悠 忽悠老百姓 以前是上乡下乡 现在是搞地坛经济 折腾你 使劲折腾你 反正你怎么折腾你 都是不忘说了祖国的政策好 祖国的政策好 房屋都卖不出去 是吧 房地产危机 这么多店铺倒闭 房屋转让 不搞实体店了 都去摆地摊了 多荒唐 实体店里没生意做 结果都去摆地摊 中国很多事情都很荒唐的 你持续看吧 好吧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